居家节约用水是今年最头等的大事 其中也包括在华人社区 原人子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最近就在华人居住密集的天璞市 举办了水资讯论坛 邀请到水利部门的官员和专家 来分析汉象与省水的方法 也呼吁民众一起展开抗汉大作战 一张张的幻灯片一组组的数据 都展示加州缺水的严重形势 水资源论坛上都为水利局专家尽心尽力 讲解节水的情况 让道场聆听的民众也感觉到 自身的责任重大 周本利同时指出 抗汉是长期任务 民众还需要继续努力节约用水 在那个州长过去就做了一个指标 是说我们要省水是25% 我们昨天的那个数据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超越那个数据 是31 但是这个一定要起注下去 不能够就暂停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要省水 要怎么样来把这个干旱的情况来解决 虽然节水出见成效 不过专家表示 很多地方还需要更加努力 因此欢迎民众到美国环保局的中文网站 阅读各种节水方法 至于有民众表示 今年冬季的盛阴现象 大雨来势汹汹 有机会缓解汉情的说法 水专家则持保留态度 虽然加州目前节水已经有一定成效 不过民众还是要继续节约用水 因为干旱不知道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您节约的每滴用水都会为加州挺过干旱 东森新闻孟子文为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